在尊婦・心法・心法 shorts 成為創造 valeeli 世間無孝子 佛門無高僧 像這些忠誠 孝子 他的能量都非常強 量都非常強 他才能責善堅持 始終如儀 这样的人他只遇到佛法 只遇到正法 那真是如鱼得水 就像这个大鹏鸟一飞冲天 平常你这个做人处事 忠孝结义的乱七八糟的 毫无任何的操守自此可言 从其量你就是一个 卑鄙下列之人 人性就是这样 现在来学大圣佛法 学金刚密圣 你有的修了 好好先忏悔前夜了 你以为这些 我们做人处事一般所讲究的 这些道德良知 你以为这些跟佛法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无二致的 这不会没关系 我常常有当医生的 他自己来问我他的病情 常常有这些心理医生 辅导老师来叫我帮他辅导 所以他们也是没有学佛的很多事情解不开的 这时在书读得很高 他搞不清楚的 这医生他在国外职业 医术很好 就开了 又开了医院了诊所又开了分院了 每天呢 大家的患者指定要找他看 这个人拜佛也是 就是医术这诊断非常的精确 所以就小有名气 大家都找他看 别人看一样的症状 看别的医生就吃不好 怎么看你的医生 吃你的药 一吃就有感觉 马上就好了 为什么你想得吗 这医生呢 第一个他有佛菩萨加持 尤其他跟这大黑天很相应 第二 他有一位 他在当实习医师的期间 有一位姓张的主治医师 就手把手的带着他 让他随便问医学问题 临床的问题 医对医的教他 很多临床的治疗的经验 这个张医师也是他的老师 说我都不会这样 手把手的教人家 也许我们很投缘 我几乎 你做实习医师这几年 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医术 都传给你了 果然呢 这位医师他在职业的时候 就是疗效很好 后来这个医师呢 他就是 在职业的时候忽然 发生一件事情 他之前先跟我聊 他很想报恩 报他这个张老师 张医师的恩 他这个张老师 已经往生了 忽然得到癌症 这主治医师忽然得到癌症 就往生了 往生了以后 他就跟我讲话的时候 就想到要报这个老师的恩 我说报这个恩是应该的 你给他开个专案 把他超度 以他的状况 现在没有解脱掉 我说你写起来吧 他说上师不会 这样是我不会忘 我说你写起来 放心 上师你放心 我不会忘 不会忘就不会忘 讲两次你都说不会忘 结果他忘了 忘了以后呢 他诊所三个月发生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一个女的患者 送到他医院 就打一般的营养液 点滴 忽然就是休克 哇那医生护士 一团乱在那边急救 眼看就要断气了 他还给他CPR在那边弄 口对口人空呼吸 拼命做 拼命做 做了好久 终于抢救回来 抢救回来转送大医院 然后呢 那家人就跟他说 哎呀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家人 差点死在你诊所啊 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来你这里看诊 又送大医院 又没带钱 你是不是 怎么样就要拿他 听得懂吧 就开始要给他 要一点钱 意思就是说 这事没完没了了 这事还没完咯 马上一个小孩咳嗽 去他那里打针 一打这个小时 小孩瘫掉了 一看那打那个真剂 就是一般的咳嗽的真剂 不可能会瘫掉的 那小孩就全身软了 我不舒服啊 我什么要在那边胡闹了 然后他就开始查 要找很多医师会诊去查 疑似歇斯底里症 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一个礼拜两件发生在他诊所 他带来 我把他整天说 上次我怎么发生这个事 我这个 我这从来没有发生 职业这么多年 十多年 从来没有这个事 我这个形象非常好 连卫生局的人都来找我看 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 而且都是莫须有的 第一个患者就是气喘 本来就是老气喘患者 刚好到他诊所发作 倒霉不倒霉 而且他还把他救活了 那个没有救回来就走了 他还把他救回来了 人家还要跟他要钱 第二个这小孩也是在那边 一针咳嗽药下去 就像鬼附身一样 人家也是跟他要钱 他说上次怎么有这个事情 我就说上次我跟你讲 你们那个张医师手把手教你的 你不是要报他恩 我说上次对啊 我就是 我说我不叫你学起来 你就报恩 我说上次我就想最近忙晚了 我才要做他的 上次我昨天梦到一个梦 我说什么梦 他说梦中有人跟我讲 哎呀这个医师啊 你诊所里面这两个患者的事情 这闹不停闹不停 而且余波荡漾 转院了以后还跟他要钱 两个都一直跟他要钱 跟他联系 说这个事情都停不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医师的爸爸 过世三年 这个医师都不懂得报恩 帮他爸爸念经 他说我爸爸过世不止三年 我说你们张医师过世多久了 他说他查一下 他一查上次他过世三年 他说上次那为什么梦中讲是我的爸爸 今天他会这样手把手把医术传给你 你们一定有缘的 第二师父师父如师如夫 他是你的老师 把他的毕生的这医术技艺精华都传给你 让你赚这么多钱 房子一套一套的买 他死了三年你都不懂给他念经 现在你跟我打电话 我说你学起来 你还说我不会忘 还给他慢慢来 他整个都想通了 张医师在世过世以前 发生医疗纠纷 怎么样医疗纠纷呢 跟他的状况一样 就是他不该死的患者 被这个张医师治疗的时候死掉了 患者家属就赖张医师 跟他敲诈了很多钱 张医师从那时候 整个人的医治就消沉 郁郁寡欢 最后淡出医疗界 后来得到癌症 亡生 也就是张医师看了 我现在教你 我已经舍报三年了 你都不会给我念个经 也不会超度我 你们上师跟你讲两遍 你还说不会忘 结果还是忘了 我就让你体会一下 医疗纠纷 医疗疏失的痛苦 他说上师我这样全部连起来都想通了 我说立刻发愿 立刻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做 立刻给他做超度 什么放手给他做 第二天OK了 就停下来了 事情就停下来了 他说上师啊 我这一次我就乖了 你下次跟我说要提起来 我不会忘记 你这个人就是很难教 善根立志的讲 他就听懂了 他就轻轻的讲 你重重的听 我一直跟你讲 不会 自讨苦吃 前前后后还是给人家拿了一笔钱 所以 我讲这个也要听跟同学讲 在这个人世间 对你有恩德的人 要记得去报恩 你姑父的人 当然要解怨是解怨 对你有恩德的 带过你的 当然生养你的 当然不要说恩德极大 父母 养父养母 继父继母 他们也教育过你了 照顾过你的 或者师长的 或者这个朋友对你有情有益 帮助过你的这些 你都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要识回报 这才像人 你这样子做 将来才有可能进入菩萨法界 佛的法界 如果你这个环节没做好 你其他都别谈了